我现在来到了是斯哈努克的一个码头的旁边 刚才我们在这边买那船票 民票加过去那个岛上的一个午餐 总共是35美元 人民币大概是在250块钱 这岛叫高龙岛 高龙岛听说它这边的海水 可以媲美泰国的普及岛 也就是说这边还是比较纯净的 一个没怎么开发的一个岛屿 听说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赶紧 不行 终于上到船上了 这个船挺大的 船马上靠岸了 经过这边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岛 终于到达这个岛上了 下船 来看看这个号称媲美泰国普及岛的小岛 怎么样呢 水太绿了 天太蓝了 人太美了 太帅了 岛上有很多这种木房子 难道等一下我们要在木房子里去换吧 应该是这样 挺好的 早上的风光非常的 闲静 在这里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还能看到那边穿着比基林的游泳 早上来去午饭了 35美金包含的这个午餐 午餐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只有白菜一点饭 还有一个汤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汤 好吧 那就开启吧 终于吃饱了 逛逛海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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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